都会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 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最容易长 就是上火 有时候有的人就会表现出来 就是开始口舌长一些口窗啊 或者是脸上开始长一些包了 这都是虚火上升 所以这道汤真的很适合在这个时候吃 好 那我们在把它放入蒸锅之前啊 把刚才泡的这个干贝汁不要浪费掉 加进去 哇 好鲜啊 我在给大家说的时候 我都忍不住要流口水了 然后呢 从旁边啊 轻轻地把水加入 只是清水 你家里可能你会说 我有高汤 我可不可以放高汤 不要 这个里面不要放高汤 就是要它很清爽的味道 好 先把它挪过来 好 我们再等一会儿这边 水待会儿就会开了 那在蒸之前呢 这个味道我们也给足它 再来上一点点的盐 就撒在汤里面 不要撒在食物上啊 撒在汤里面 因为甜鸡我们已经给了它一点盐了 所以这会儿盐的量你要稍微注意点 脾胃比较虚寒的人 你不想吃得那么寒 那你可以放上一些胡椒粉 胡椒粉加进去呢 也会让汤吃起来有一点点微辣的感觉啊 好 最后呢 放入一些酒 酒也是可以吃寒的 所以这道菜被我们就是加了一些辅料之后 还是很多人很多人这种品质都可以吃的 好 这边呢要一直要保持这种大火足气的情况下 我们才可以进行蒸制 很忌讳说水是凉的 我把它放进去蒸 要记得是开水 好 我们现在就把它盖上锅盖 慢慢的 大概要蒸一个15分钟左右才可以 那以什么标准为主呢 如果说家里面的火比较小的话 你当然你蒸了15分钟 你去吃的时候 可能冬瓜还没有烂 你就可以拿一个筷子或者一个牙筷去扎一下冬瓜 如果冬瓜很轻松可以扎过去 就说明差不多了 那我们稍微等一下 待会儿回来 欢迎回来 今天给大家做的好吃的叫做炖甜鸡 当然里面是加了干贝 我们还加了这个冬瓜 里面的一些材料你可以自己的替换 比如说我们家的冬瓜 你真的是不太喜欢 又觉得它太清淡 你可以加香菇片 这个完全看你喜好了 我只是觉得这样子炖比较清凉 是众多做法当中的一种 你愿意借鉴的话当然可以 如果想调换一下我也不建议的 然后那经过炖煮之后呢 现在我们打开锅盖 就可以把好吃的拿出来了 会有更多的汤渗出来 是因为冬瓜本身水分很多嘛 再加汁 甜鸡肉炖完了之后 也会有一些汁液流出来 所以整道汤是非常非常鲜美的 它鲜美的不同之处 就是里面我还加了酒 所以喝起来就特别特别的好喝 而且你知道它的热量是超低的 如果上一周你真的是撒开花了 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的话 这一周你要稍微管管你的嘴巴的 我相信你可以管得住 好 我们来看看吧 今天推荐的美味究竟是怎样做的 待会儿回来 来看看这样一道清爽的炖品 究竟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冬瓜切成条 甜鸡切成块 干贝泡发备用 甜鸡放入碗内 加入少许的盐和适量的生粉抓拌均匀 竹块放入废水中 煮约一分钟捞起 取一顿碗 将甜鸡冬瓜条和干贝摆好 放入生姜 再加入盐 胡椒粉 料酒 干贝汁和清水 将备好的原料放入蒸锅内 大火蒸20分钟 取出即可 怎么样做法非常的简单 是不是 有肉我们说到有些调理餐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多玄机在里面 其实也不会了 你看完了之后 相信每个朋友都可以做得到 但是到现在为止 我还特别回味在家里面吃年夜饭的感觉 因为你只要跟家人坐在一起 家人一定会很语重心长地说 我相信所有的父母都会这样说 哎呀 现在的日子真好呀 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可是等我们吃的时候 好像有很多东西就不能吃了 都关心关心家里面的老人吧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石拉音转 谢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祝大家好胃口 拜拜 四蒸中的竹孙和银耳 不仅味道清淡鲜美 又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不可错过明天旅宾推荐的 节后调理菜肴 银耳会竹孙 没有什么地方 没有什么地方 感谢观看